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 Bright Time 我是城市地產仔 今天帶大家來到 Manchester 最著名的雲屋地區 和大家看看一間三房單邊排屋 我是千尺的 戶主開價相當沒收 38萬5千磅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這間屋正對著就是一塊大草皮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環境真是不錯 背景聽到的鳥仔聲 真的是當時的聲音 不是Key上去 所以我都頗喜歡這裏 而位置就是49號 Taylor Road Postcode WA14 4JS 位於Audreyham市中心西面 距離只有5分鐘的車程 附近青一色全部都是住宅區 相當情有 而且步行3分鐘就有一間小學 Ophiel Brown Primary School 在Offestad是屬於Good的水平 接小朋友上學放學都非常之方便 不過留意Taylor Road是一條斜路 我們需要向上走3分鐘才可以來到這間小學 這句校訓都頗帥 先看看Floor Plan 看起來都頗正常 樓下客飯廳分明 亦都做了一間玻璃屋 亦有多個洗手間 而樓上三間房 再加一間Family Bathroom 看起來正常 但實際入場又是第二樣 首先客廳範圍比想像之中小 由於門口有一部份是給了Hallway 令到客廳不算十分市值 正對著煙通那一面牆是套進去的 所以只能夠放到一張單座梳化 而另一邊的牆也都因為中間有對門通向飯廳 所以只能夠放到一張2-3座位的梳化 電視機變相就難擺位 浪費了不少空間 所以感覺就有點逼夾了 再來飯廳 廚櫃電器都比較舊 尤其是電器 有需要翻身 可能要遇到2000磅左右 買一些焗爐 電池爐、七油煙機、電池爐等等才可以用到 廚櫃上算OK 可能去Amazon買一些DIY翻身廚櫃貼 一兩百磅左右都可以解決到 另外由於廚房又對門通向地下的洗手間 變相又放不到一張正常的四人飯桌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飯廳和外面的conservatory 都是鋪地磚 而客廳就是鋪火木地板 給我的感覺是飯廳和玻璃屋連成了一體 而和客廳是分離了 地下又冷 一定要穿拖鞋 那就容易髒 總之就好像出了屋外吃飯 整個感覺很不溫 conservatory是有做的 但說真的都是小 只夠放一張圓桌 後花園尺寸OK 但由於這一區Taylor Road 是在一條斜路上面 所以後花園都是斜向上 不是平面的 而樓上一層 雖然有超過400呎 但第三間小房 只能放到一張BB床 其實很不實用 主人房就比較合理 放到四至五呎床 可以三邊下床 亦都有一個built-in的衣櫃 而主人房是對著對面街的大草皮 景觀都幾開揚 而第二間房只能放到一張兒童床 極其量都是放一張上下格床 可以放到衣櫃 可以做到書桌 但整體感覺都是小 老實說 以三十八萬五千磅入手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價錢 以這個價錢加多一點 少在同區可以找到更好的選擇 至少可以令你煩少很多廚房裝修的東西 不過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想問我們拿詳細的viewing report 可以立即Facebook IG Whatsapp Email聯絡我們幫你聽 如果你想繼續看美的房子的話 可以看這條影片 而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間房子的話 記得subscribe 至少 新鮮 联系 更新鮮 初級 市長 市場 新鮮 新鮮